包装盒的正面稍微有点变化 字的颜色从原来的渐变银变成了渐变金 底部的名称有一行字变成了两行 侧边保持一致 打开包装 说明书 保修卡 一个手机保护套 和一条Type-C转3.5的耳机线 机器的下方是充电头和充电线 后盖的手感很不错 预罐银的配色还带着一点渐变 也非常漂亮 特别是在光线照射的情况下 让我们静静的体验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艾奥科技 我是蒋正琳 两个月前 Redmi K30至尊纪念版发售 直到现在这款机型依然很难抢到 就当大家正准备进行下一波抢购的时候 小米却在今天发布了小米10T的中国版机型 Redmi K30S至尊纪念版 这是小米的第三款自尊纪念版机型 我猜这应该是K30系列的收光之作 毕竟以K30秘密的机型可真不少 这款机器最大的亮点 除了865以外 就是这一块6.67英寸支持7档帧率 自适应的屏幕了 拥有最高650nit的亮度 还没抢到K30自尊纪念版的朋友 我觉得不妨先看看这一款K30S至尊纪念版 先取出卡托 关机后放置加热台加热3分钟 前后吸盘将后盖与中框拉开一条缝隙 接着拆机片沿四字滑开 AG磨砂玻璃的质感确实可以 也比较鲜薄 对应电池的位置有一大块缓冲泡棉 对应镜头模组的位置贴有一圈密封胶 而对应顶部和底部盖板的位置 多加了两条黑胶 配合外圈的白胶来提升密封性 熟悉的三段式结构 顶部左侧为相机模组 右侧盖板上集成了NFC线圈 电池上方是一条主副板连接排线 底部应该是集成了副板 扬声器和信息马达 机器的内部总共有18个螺丝 除了固定镜头保护盖的两颗不同以外 其余的16颗为同一规格 拧下底部盖板的所有螺丝 玻璃外圈是金属材质 翻过来可以看到对应镜头 所有开孔都设有缓冲泡棉 至上往下掀开 断开闪光灯排线后即可取下盖板 断开电池 屏幕排线 主副板连接排线 指纹按键排线 顶部感应排线 和两条同轴信号线 即可取出主板 断开后置相机排线 取下相机模组 主摄广角微距镜头固定在同一防滚架上 组织外圈预留了较多的空隙 来增加缓冲效果 背面都贴有散热铜箔 断开排线取下前摄 相机的详细参数请看图 主板的所有类联座并未设置缓冲泡棉 顶部加入了红外 方便控制电视和空调传统的家电 背面的一大块散热铜箔上 涂有散热硅脂 撕开铜箔 内部还有大量的硅脂 擦干净以后 可以清晰看到LPDDR5暂存 下层压着骁龙865 边上是SDX5M基带 右侧屏蔽罩下方是UFS3.1闪存 主板所有桌子的维修参数 放图片供大家参考 如果有手机损坏 需要维修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们卫星公众号 获取机修方式 先挑开听筒触点与中框的固定 取下听筒 由于加入了立体扬声器 听筒自然也不会小 为了让顶部扬声器的外放声音更大 还特意在中框顶部相对应的位置 开了孔 顶部感应器镶嵌在中框里 上面压着一块黑色硅胶固定 拧下底部盖板的所有螺丝 取下盖板后可以看到 盖板和底部扬声器是一体的 侧边还贴有天线小板 扬声器够大 还是有密封胶圈 而对应中框的开孔处 也做了密封处理 中间是一层超细孔的防尘网 如果不凑近看的话很难发现 断开主副板连接的排线 和两条同轴信号线 即可取下副板 副板上集成了卡槽 Type-C接口 天线触点 生化器和充电保护隔离芯片 接下来拆振洞 这一颗正方形的X轴线性马达 和上期拆解的MED40 Pro 是同一款 撕开一辣椒提示贴 向上提即可取下电池 电池容量为5000mAh 撕掉最上面的密封硅胶 挑出内部固定的卡扣 撕开排线向外 发现缝隙太小 并不能拽出指纹排线 但把音量排线拆掉后 缝隙就够了 指纹按键非常的小 将屏幕放置加热垫加热 平刀口从顶部缝隙处卡入 向上挑起一点缝隙后 记住拆机片也四周划开 屏幕下方的大面积缓冲泡棉下 还贴有一块散热膜 翻过来再从框内撕开散热膜 可以看到最中间还隐藏着一根散热铜管 散热不用担心 最后单板开机测试屏幕 显示和触摸都没问题 屏幕支持超暗夜光 能减少暗光环境下对眼睛的刺激 一网观看更加舒适 2599的售价 据说还有补贴 骁龙865 144赫兹的高刷屏 5000毫安的大电池 X轴线性马达 一体声双扬声器 可以说 Redmi K30S至尊纪念板 是为众多米粉打造的双11惊喜 最近一直加班 做了这么多期拆解视频 都有点爆肛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大家支持 停一停也就过去了 关注我下期对比拆解更精彩 希望我的小伙伴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